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第一部他玩的都是一天里面做出来的 但第二部他拉闊了第一集的成功 他说到美国现在现存的问题 例如种族问题 贫富懸殊 杀六日这件事说起上来的残忍 但真的可以玩下去 所以我觉得他第二集以B片来说是最成功的 但一出到这部的时候 这部我就觉得如果你排第二 因为他的idea 说给你听 法律立了出来的时候 但有很多人就算他应该要守法的人 他们没有守法 所以这个就是规矩徹底被破坏 就是你立法的原先的时候 就是懂得守法的人 就是会有作用 所以头九个三集你要看到 因为城市人 他说城市人都会懂得守法的 因为城市人走去杀人的那些人 他都知道第二天就不会去杀人了 因为他是守法的人 但一出到这里 他说的不是这样的 人性的弱点 但我对这个有点不同 我觉得是因应近年美国的 尤其是黑人的暴动问题 为什么不会说不同呢 一样就是说这件事 就是当他去到那一刻 碰到其他问题的时候 你立法里面有时变了是叛脚石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给大家听 大家如果看一个法 你不要用一个旧式的思维来看一个法 因为一个法里面 有很多所谓的 跳过来讲就是 如果有规有矩的世界 你的法律出来就有用 因为大家不是双方 全部都会守住那个法律 这个在神话故事里面来讲 为什么那时候是God 就是God 会给个法人 这个就是中国的历史 从一个神话时代 转去那个 为什么秦始皇第一皇呢 开始那些法 就是他们的定 他们是人法来的 恩商都开始是由天法变成人法的那阶段 是 现在他也是在讲这个问题 就是去到最终 天交的法给人 就是说给大家听 大家有个互相信任 那样东西做出来 现在他已经说了 不要说人是对天 经常都不守 因为叫天法的之余 那时候 对人和人之间的那些法 都不守 那样东西 那时候就是 所谓的规矩 已经彻底被破坏 是 里面有个很阔的层面 讲得出来 另外一个主题就是 究竟什么是美国人 嗯 那有一个 有一个Shotke 他用意很清晰 就是当 第二男主角 这个白人 他在讲什么 是美国人的时候 那些声音是他讲的 但就咳了到那个 麥西哥的男演员那里 嗯 那他在质疑的问题 究竟 今时今日的美国人 是不是我们一直以为 是一个白人 是一个牛仔 那其实不是 嗯 因为你越来越多 就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珠色人种 那究竟他们 都算不算是美国人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他不是一个 就是好像 中国那样 几千年历史 由头到尾 都是一些汉族的人 作为主体 嗯 即他们开始就 就是思考 甚至在质疑着 这个美国的精神 是什么 他做 我看的时候 他做更加阔一点 因为他那个 是在 开头 其实那个戏 我那个结构很棒 大家看 大家参详一下 嗯 我最关键 我说有一场 是很 很棒的 一个戏 那个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牛仔的人 你怎么纯一只马 是 那个故事 开始的时候 讲那个 那个所谓 那个庄园的主人 就是 富二代 是 那他纯一只马 你认为牛仔 你应该懂得 去纯伏那只野马 来的 兜口兜 这些马就是真的 然后就是这样 他那个 哦 那个马夫 嗯 他最懂得纯的那只马 而那个 你用马夫这个词 就可以了 可以了 不是特意的 这个马夫 那是什么 因为 第一 这个 就是说什么 迫留冤孽 他全部都是说马夫 是 是 这个 这个 真正董德纯马 那个 是懂得 跟那只马 眼神接触 是 的 是 甚至 他那一场 大家特别留意 对白的设计 嗯 我觉得他那一场 他看的时候 立刻醒了 醒一醒 就是 这裏 跟前面的那四集 最不同的是 他就说 城市 是一种 讲这个 国定杀六日 是一个容易的 一个题材 嗯 因为他还没碰到 最关键的 最 最难搞的 就是 城市人 如果你有头脑 大家 懂得手法 但是有些 就是 不懂得手法的 那些角度 那些区域 就会变成了 哪些是好人 哪些是坏人 哪些是坏人 哪些是受害者 嗯 所以我从那一场 开始之后 跟着 他就是 那天 大家看 他的处理完全不同 嗯 然后立刻跳 直入回这个 古典的主题 嗯 这样的 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暴力 美国不能够避免暴力 就算你是好人 你都 只能够透过枪去自卫 他 他 他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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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看到他今次说的那些 走去杀戮的人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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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美国本土都会对于墨西哥的移民 或者是那里的普遍性 都是搞乱了整个世界的一些人 或者国定法杀六日 其实里面都要解决 这个就是他们的据点之一来的 整个戏都要告诉你 他用这两个夫妇来展开 那样东西出来 就是用大家来看 你以为我讲的那样东西出来 就是你一贯制造杀六的那些东西 这些应该都是其中一份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有一种愤怒 他有一种杀六的基因 这些不是这样的 这些是无产阶级来的 他又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会不会觉得他太美化这个墨西国人呢 他不是 其实最主要的美化 但是我觉得你将他单向化 我认识几个白西国人的 很熟悉的 他们基本上 如果你跟他沟通得到 听得到计划 他真的好像意大利人那些 Yokassa is my kassa 你来到我家 那个就是你家 你不要分开 看法完全不同的 他没有美化 亦没有走法 他说给你听 是有这种人的 就是这样的意思 其中一个 我想他格式设计 相当不错 就是女主角 解释他为什么他这么好打 原因就是因为 他原来在墨西哥那边 他被毒贩搞得很烦 结果他拿枪指挥 但这个不是我的重点 重点就是 他拿枪形形 就是我们好可惜 我们也不能叫朗哥上来 就是里面分析他里面的枪 因为很多枪 还有一段就是说 你只听他的声音 你已经知道是什么枪 那个对白亦都很精净 但是This is American Music 就是你枪声 就是你怎样细听 它不同的韻律 不同的声响 这个就是美国的音乐 但是那个女主角 那个差不多都是怎么样呢 就差不多叫做武打明星 就是连长欲博 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一个 挺好看的地方 是的 我们开始的时候 也有讲香港的事情 香港尤其是陈家尚 已经很糟糕玩这些东西 这个概念 基本上是 它令到香港片 跳入了这个国际的市场 都是因为这些东西 它动的枪是有不同的性格 是有不同的音响 你可以把它变成了一个很妙的戏剧的效果 一个旋律出来 这样就当时的 已经明显玩到这些东西 就是那个宫延二千 那么现在它这个 它也是用一个方式 就是告诉你 枪的世界 你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大家在争论 你知道吗 你应该拿枪 第二个 如果你拿枪的时候 叫行俠的时候 不是去杀陆的时候 那时候 武器就在什么人的手上 就证出它是邪的还是精的 这个我觉得它在这个戏里面 你会看到 所以 斯拉扎唱的这么好看 因为你已经进入了它的世界 它是一个正人 就是一个好的人 所以我觉得它玩的那种反抖 就是很Michael Gay的 那种bad voice 就是那种性格 是啊 另外一个就是和西部片的reference 那我们以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近年就和你会不知道 西部片是最一种 是 西部片等于我们的幕幕片 就是大家可以做一个对照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 近年就那些观众 好像对西部片的感觉 已经没有了当年了 我们当年是看好多西部片的 不是 它对那个时代是隔得远了 是啊 现在的新的年轻人 所以不觉得那个西部 那种 所以啊 Tantino拍的时候 那种是A for 西部片来的 是啊 那种是A for 是A for 公安兄弟那部也更加 是啊 公安兄弟那部差不多到水尾了 就是我们True Grid 我也很喜欢看 但是无以为计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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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